汉石桥湿地公园虽然有1900公顷 但游客能游玩的区域 仅限公园东西森林和湿地的水上娱乐项目 游览时间1至2小时 鸟类栖息的芦苇荡湿地全部被封闭 只能隔着围栏远观 或者在湖畔的观赏台 能看到少量鸟类 观鸟时间是每年3月到5月 9月到11月 其他时间没有鸟看 公园门票免费 从2022年6月开始 公园要求在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 预约先注册才能约 我6月30日去的 没有预约直接进了 即使要求预约 现场也可预约 公园开放时间早8点到下午4点 儿童滑板车和自行车可以进 但自行车高度不能超过60公分 宠物不能进入 公园有帐篷区 目前开放 白天可以扎帐篷 不可过夜 不可烧口 露营区蚊子超级多注意防蚊 这是公园儿童乐园的价格 儿童乐园中有快餐店 这是快餐店的价格 儿童乐园门口也有商店 这是商店价格 这是邮船和观光自行车的价格 观光自行车就是公园里的四轮自行车 这是更详细的价格表 其中掉于每人200元 逾据租资金50元 押金300元 逾10美代5元 关于交通 地铁15号线终点站凤博C2出口出 出来就可以换乘公交车顺56路 在汉石桥公园站下 下车后往回走进停车场 就是景区入口 自驾车宁救导航汉石桥湿地公园停车场 路上有救的路标只是不同方向 不用理会 跟随导航从路口右拐 然后进入停车场 停车场比较大 有充电桩 停车推荐在景区入口和出口中间 类似白车停放位置 有树可以遮阴 停车场小车一次性收费10元 最后我强调一下 我做的攻略会按类型分为多集 点击合集能看权 更多旅行使用攻略 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